诗门所说的人黄傀儡 自说只是灵海境 但数量也未免太多了 你看那边 那个道人的弟子 完全看不出修炼的是哪一个流派 纯粹就以蛮力破敌 他真的只有梵境的修为吗 倒是他的样子 让我想起一个人 轩辕王朝 轩公主 师父传授的功法 让我在几天内 就恢复了梵境的修为 可这真的是梵境吗 总感觉现在肉身的力量 比之前强许多倍 前方便是下一关了 虽然心里没底 但师父说我行 我肯定能行的 容颜 我可没听说过 人黄遗迹的第二关 竟然是这样的 该怎么办才好 容颜下有东西 居然是灵魄境的焦龙 清了 怎么走了呀 是我的错觉吗 感觉又被鄙视的 这个怎么办啊 要想前往下一关 就必须穿越这有林魄境 要求开手的容颜海 我现在只有梵境修为 早知道就问师父 拿个武器好啊 完蛋了 人慌传承拿不到 要被师父骂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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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灵魄境的小蛇而已 这丫头在慌什么 老爷 现在的小千凡 只是十六岁的小丫头 面对超出自己两个境界的妖狮 害怕也是正常的 千凡 你在犹豫什么 师父 你怎么进来了 人慌遗迹 不是有修为限制的吗 这诸天万界 就没有为师去不了的地方 为师问你 都来到第二关 为何不继续前进 师父 不是我不想继续 你看 下面全是吃热的岩浆 而且还要一直 灵魄境的蛟龙看守着 那种药手 我怎么可能打得赢呢 清玄蛟 灵魄境初解 给你练手刚刚好 师父 这可是灵魄境 灵魄境呢 你这是要把徒弟 我往火坑里面推 灵魄境你未必对付不了 姑且试试吧 反正有为师在 也不会让你有事的 真的 为师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徒弟 骗你 还有好处不成 这傻丫头真是好骗呢 既然师父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试试吧 可是 这熔岩的高温 用凡间的灵魄护体 或许还能抵挡着 但这灵魄境的蛟龙 如果你是因为胆气而停止不前 那为师就帮你一把吧 下去吧 师父 我还没准备好 师父你跟我 我 雪 一点都不热 这熔岩下风竟然是水 熔岩还只是误导的表象 水下还有一个世界 难道 这才是第二关历练的真面目吗 清旋枪 清旋枪 想吃我 没门 好强的力量 手都被这麻了 不过他似乎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厉害 老爷 你说小千凡能打得过那条熟射吗 零破镜而已 问题不大 千凡应该也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变化了 他说老爷 你真的不准备给千凡准备武器吗 总感觉他赤手空拳挺怪的 道一眼生精 能够修炼出足够强大的肉体 这并不碍事 况且他也没问我要 不问就不给吗 不然呢 老爷 您带涂地的方式真是 你装不疼呢 全员战绩二世 寒山巾 不愧是零破镜的妖兽 用血洗手 可恶 大意了 给我 放开 全员战绩一身 寒军 破镇 总算 结束了 这不是挺能干的吗 以烦尽的修为 赤手空拳击败零破镜的妖兽 是 师父 只要你想做 还是能办得到的 还是能办得到的 我做到了 休息够了吗 够了的话 就起来吧 要开始了 开始 什么开始 人黄的最后一关修炼 我已经帮你出发了 顺便宿 顺便一提 这两只 可是归藏镜 归 归藏镜 师父 别开玩笑了 两道藏魂罢了 这两个妖兽 是人黄界不曾有的 以后你会有几回遇到的 等等 能够入得了师父法隐的妖兽 难道说 他们非常强 这人黄失恋的最后一关 不会是让我击败这两只妖兽吧 强倒不至于 那只憨傻的猴子 叫蛮雷古猿 肉质很硬 后面那只 叫 万语金棚 翅膀用来烧烤味道还不错 这可是归藏镜的妖兽啊 师父 你这是把他们当食材啊 真正的仁黄灵就在后面 击败那两只妖兽就可以进去了 师父 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徒弟 所以想把我喂妖兽了 你说什么傻话 这是仁黄殿下的试炼 竟然是试炼 通过便是 哇 你这手在外面 不要让其他人进来 师父小心 放肆 老爷 不是说我不出手的吗 这下可好了 试炼的凶手 太用力了吗 剩下的这一只 师父也会帮我解决的 对吧 没门 这是你自己的历练 不会再有下次了 接下来 我不会再干涉试炼 靠你自己了 师 师父 你来真的呀 哎呀 你自己而言